現在最夯的休閒活動是什麼 來看到全台灣都在封露營 不少家庭是利用了 週休二日規劃輕旅行 除了露營人口翻倍 帳篷吹具正式是露營車 等買氣更是搶搶棍 民眾在204年 至少花了5億元 來購買相關產品 各地也秀到了商機 紛紛屁建露營區 目前全台大小露營區 多達了1200處 山景家的竹苗是一級站區 不過南投草屯鎮 甚至要把公墓打造成營區 挑戰蒙阿婆也敢去 不過露營區是無法可管 中華民國露營協會的執行長 就說沒事就沒事 但是發生事情可就麻煩了